为了关怀弱势,务设施职会与县议员黄世芳服务处日前办理物资发放的活动 务设施职会会长黄志学,感谢所有的师兄姐的共襄胜举,以及救国团的帮助 还有黄世芳议员的选票补助金,来帮助这120户的弱势家庭 希望透过跑转引玉,大家更重视社会弱势族群 感谢我们塞子会所有的塞兄,也很感谢救国团,很多志工 还有我们所有的会兄,大家共同来做散举 总共发福电付有120户 我们有美包和豆油,加上黄世芳的选旗的补助款 我相信帮助弱势是我们台湾的很好的风气 希望今天的散举可以让大家更加重视弱势团体 先议员黄世芳感谢物色师指挥,山明师指挥,以及纳鲁湾师指挥 办理关怀弱势的活动 这次他也响应活动,捐出选票补助金,来共同关怀边缘库 希望能够借持跑转引玉,大家都能够来关怀弱势族群 那我也提出这次的选举补助款的10万块 来补助每户1000块 那我觉得弱势本来就是大家要一起来关怀 包括边缘户的部分 那长期以来社会的资源就是大家要互相整合 然后来分配给我们的一些弱势的家庭 边缘户的家庭 这来可以照顾到一些边缘户的活动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那期许我们各位社会大众 大家可以,我们可以抛转引玉 让大家一起来持续来做一个关怀边缘或弱势的一个活动 副委长潘一泉感谢市职会 以及议员同仁关怀社会弱势的爱心 也希望透过他们的抛转引玉 大家也能够共同来帮助社会的弱势家庭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记者陈伟一,普立真,采访报道